大S的波瞎理论 曾经让无数个女人都羡慕 她找了汪小飞这样一个好男人 奈何她自己太作了 硬生生的把幸福的婚姻给完没了 我离婚之后 她也没有陷入到过去无法自拔 而是与初恋情人聚军业恢复了联系 一来二去 他们封印二十多年的感情又重燃了 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云灵争了 我选择再婚之后的大S 并没有过着所谓的好日子 还因电费的问题 将前夫告到了法庭上 在她与汪小飞起冲突 互报猛料的时候 聚军业更是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 让她十分的寒心 我好不容易现在与汪小飞和解 双方不再纠缠了 没想到大S和聚军业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她还被人爆出有奇葩怪癖 知情人爆料 大S的怪癖是收集尸体的照片 房间里还贴满了尸体的照片 每天看着这些照片睡觉 她觉得很过瘾 之所以会有这么奇怪的辟谣 是因为她上中学的时候 每天都会经过一个交通宣传车 里面贴着各种车祸死亡者的照片 其他女生看到后会害怕的尖叫 也会捂住眼睛 她看到后 反而觉得内心很激动 渐渐地开始收集这种照片 除了这个怪癖让人无法理解之外 大S还嫌弃聚军业不讲卫生 加起赶出卧室 睡在沙发上 两个人名为夫妻 实际永明无时 各睡各的 聚军业这个小老头也很可怜 不远千里 从韩国定居弯弯 没有得到S家族的认可不说 整天不是被小月赶出家门 就是被大S从房间里赶出来 不让睡在有尸体照片的房间里 让她都搞不懂 自己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另外 台媒还爆出 聚军业已经准备舍弃大S 跑路回韩国 不再去掺和大S和王小飞的事情了 毕竟她在韩国 还有老母亲要照顾 妻子又不愿意离开弯弯 她只能做出取舍 网友们看到这里后 发出了质问 难道 聚军业准备和大S要离婚吗 如果不是的话 已经零过正的他们 为什么不能融入育共 不是分房睡 就是男方要逃走 仔细想一想 大S这个怪癖 一般人根本接受不了 再加上他的脾气那么臭 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还不跟聚军业同房睡 这些对聚军业来说 压力太大了 选择离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只是 一向很自负的大S 被男方提出离婚的话 他的心里会怎么想 会不会加深 他对尸体的特殊爱好 这也是未知的 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不管最终大S和聚军业结局如何 只希望他能够学着改变自己的臭脾气 那件挂满尸体照片的房间 也要恢复一点阳光了 万一孩子不小心进入这个房间的话 岂不是会在心里上造成很大的伤害 到那个时候 大S如何跟汪小飞和赵兰交代 我们每个人因为有不同的压力 产生不同的怪癖 这都可以理解 但将尸体的照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这属实有些过分了 大S自己不觉得有什么 但身边人都因为他受到了伤害 难道他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吗 最后想做个小调查 有多少人希望 巨军业和大S离婚 巨军业和大S结婚后 还是有了不错的热度 如果不是因为跟大S结婚 又有几个人会指导巨军业呢 我们国内的娱乐圈艺人 就已经多到数不过来了 巨军业娶了大S 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知名度 大S终于是嫁给了自己的韩国初恋 可在巨军业事业最红火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娶了大S呢 我只能说 很多时候人都是自私的 或许这并不只是纯粹的爱吧 大S在娱乐圈还是发展了不少年的 和汪小飞结婚生子后 算是开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可惜 十年婚姻还是画上了句号 网传大S也要直播带货了 只是说这到底谁会下单支持呢 直播带货到现在 也成为了不少明星网红的捞金方式 巨军业 这一样是继续自己的工作 但这寄居械这样的称号 还是深入人心了 大小S其实一直都在各种攀比中长大 小S终究还是比不过大S 很多时候 小S也算是姐姐的婚姻代言人 小S这不管跟前姐夫汪小飞 还是巨军业 都缺少了一些所谓分寸感 当巨军业S官宣结婚时 小S则说了太多惹汪小飞生气的话 看到汪小飞在网络上露面 看得出汪小飞其实是一个性格很儒雅的男人 能够把汪小飞给惹脑 还真是不容易了 我很不看好大S 虽然他现在努力把光头打造成一个国际巨型 绘画艺术家 夜店打碟家 世纪童话爱情家 还脾气超好 钱比金尖 在经济方面 大S他太能花了 而且买的都是那种到手极贬值的奢侈品 卖二手又不值钱 要是钱花在奢侈品上 大克拉的钻石有色宝石 像关芝林的珠宝 起码老年时还能拍卖一大笔钱 通过汪小飞晒出的账单记录 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女明星的消费能力 只是说 汪小飞愿意让大S刷自己的卡 本意应该是给自己的两个孩子买东西 而不是给聚军业买服饰的呀 大曲线POA汪小飞 聚光头POA大曲线 或许是对这对关系最好的诠释了 如果没有钱 咱没有真爱 大S活不下去 我理解不了曲线 既然这么不拿钱那回事 为啥放着富二代嫌弃破产 倒爱上了穷光蛋 儿子抚养权没增上 争了个光头抚养权 聚军业真是软饭坚决吃到底 这告白真霸气 软饭吃得这么坚定 言语不通哪来的情啊爱啊 感情不是靠沟通吗 说的自己好像不识人间烟火 老有所养 软饭吃得香 多么美好的生活 哪舍得再过苦日子 什么物质都不付出 还需要女方养着 这种养老生活 当然喜欢 我是个男的 都喜欢这种生活 住女方的房子 花女方的钱 只需要把爱挂在嘴上就行 跟汪小飞一旦完全脱钩 再离婚 恐怕没人付电费了 一个爱子 就回答任何问题 够狡猾的 大S与汪小飞离婚后 我们倒是看到了汪小飞这边的事业 越来越好了 张兰在直播间中 带货绿茶 卤蛋以及床垫等等 我们也是看到了兰姐的坚韧 本来对兰姐还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这下彻底被兰姐圈粉 和向太相比 向太直播间内涵床垫的事情 兰姐直播时则表示 三人行必有我实验 可惜张兰这么一个要强的女人 却有一个汪小飞这样懦弱 优柔寡断的儿子 真可惜 兰姐这么大年龄 还在努力赚钱 小飞却是花着母亲的钱 说着最硬的话 真让人伤心失望 希望小飞脚踏实地 找个善良的知书达理的姑娘 好好过日子 汪小飞把所有的善良 都给了伤害她的毒妇 把冷漠给了最爱她的妈妈 她能容忍伤害她的人的羞辱 却不能理解自己母亲的智慧 兰姐是妇女的榜样 自尊自强自爱 道真希望 湛兰是真的这么想和安排的 汪小飞还是别直接参与了 她心软被拿拧的地儿太多了 钱多到处被人惦记 看着与大S分开后 汪小飞各种忙事业 还是想说就这个节奏生活吧 挺好的 我祝福汪小飞有更好的未来 至于说大S 但愿能和聚聚业白头先老 一生恩爱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